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今天是7月8日 我们又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有耶稣就有复活 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 马斗福音第9章18-26节 耶稣正向门徒们说话的时候 有一位首长前来跪拜 他说,我的女儿刚才死了 可是请你来 把你的手放在她身上 她必会活 耶稣起来跟她去了 她的门徒也跟了去 看,有一个患血漏12年的女人 从后面走近 摸了她的衣服碎头 因为她心里想 只要我一摸她的衣服 我就会好了 耶稣转过身来 看着她说 女儿,放心吧 你的信德救了你 从那时起 那女人就好了 耶稣来到首长家里 看见吹笛的和乱哄哄的群众 就说 你们走开吧 女孩没有死 只是睡着了 他们都讥笑她 把群众赶出去以后 耶稣就进去 拿起女孩子的手 小女孩就起来了 这消息传遍了 为什么首长要等女儿死了 才找耶稣 也许 她就像许多人一样 虽然知道 人人都会死亡 但是 在死亡还未来到以前 人却不喜欢谈论她 宁可假装 她不会发生在 自己或所爱的人身上 也尽量逃避她 但当死亡真的赶上了 不舍 悲伤 却常催破我们 更向往复活的希望 也许 首长就在这时候 想起了耶稣 开口 请求了耶稣 在我们的生命中 也许 也有很多面临死亡 或已经死亡的部分 如 和某人多年破裂的关系 心中 那想做自己 却常背叛自我的懊悔 想爱天主 却觉得天主 教会 让你失望等 这些多年且生痛的经验 可以有复活的机会吗 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 有耶稣的地方 就会有复活 福音中 我们可以求 像手掌一样的勇气 大胆请求耶稣 即便别人 甚至是自己 都会讥笑怀疑 耶稣 请你来 把你的手 放在这些死亡上 他必会活 这是信德的冒险 需要耐心等待 需要放手 让耶稣主导 福音中 耶稣穿过吹笛的和乱哄哄的群众 结果 耶稣拿起女孩的手 女孩便复活了 复活的过程 你能等待 相信吗 种下种子 要请耶稣进入生命黑暗和死亡处 因为有他的地方就有复活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全心祈祷 主 我把生命的痛苦交给你 我相信总有复活的一天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